Hello 大家好 DJ 日記 昨天我出了一段影片 那個題材就是關於 在長途的航班上面 有位朋友就挨頭張椅 然後另外一對夫婦就很不滿意 不斷扔他椅子 然後還要出言侮辱 做粗口手勢 最後結果就被一班機上面的 其他乘客圍攻 他覺得這對夫婦很不滿意 很離譜 然後航行公司就說 永久不歡迎他們搭他們的航班 在影片出了之後 都很熱烈 很多觀眾朋友都有不同的留言 不同的見解 有正方有反方也有中立的 我今天這條影片就分享一下 其他的觀眾朋友的看法 這個觀眾就說 無論什麼人種都好 都沒有理由出現去侮辱別人的 這個呢 真是個人品德的修養 我也覺得很對的 其實不同的人種 都有好人和壞人 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不可以認定某種族的人 或者某一個國家的人 一定是不好 一定是不對 或者某一些國家的人 一定是最好的 這樣 接著又說 葛太太肯定是有問題的 但是香港人夫婦絕對是 沒有品兼 沒有品兼 沒有得 賤格 影衰我們香港人 講到這個問題 以前我們有一段時間 我們經常出去旅行 譬如去日本 去不同的地方旅行 我們都很強調 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來自香港 甚至乎現在我們住在英國 都是的 人們都會問 甚至乎不問 都會跟別人強調 我是香港人 避免被人認錯 但是現在呢 有時候連自己是香港人 都不是很敢認 在網絡上面 太多太多這些事情發生 香港人裡面 都有很多 葛太也曾經安裝過 不可以向後的座位 後來都改回 可以向後 這個不知道什麼原因 前座大陸女人 不理別人感受 有自私自利 好人有限 這次是扮弱者博同情 那 整個故事呢 我想都 真的在機上 可能坐在座位附近的 幾個人才知道 因為影片呢 沒有頭沒有尾的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我就不會覺得是 因為是 大陸女人 還是香港女人 還是台灣女人 還是馬來西亞女人 這樣也好 那 我自己個人意見 既然那張椅子 設計出來 是可以挨後的 那就可以挨後了 當然 挨後的情況是怎樣呢 會不會 明知後面 在喝東西 或者在吃東西的時間 可能突然一下 這樣搓後 那真的會 不要說 撞到人 嚇到人 都會 那 通常我坐飛機 想挨後張椅子 我都會 裝一裝後面 做什麼 如果有時候 那杯水 真的放在杯架裡 真的會倒捨的 那我不知道 當時那個情況是怎樣 所以我又沒有得評論 那 所以前因後果 很緊要 又不可以說 單單看幾個片段 就 就決定了 究竟是 前面的人不對 還是後面的人不對 不知所謂 不知說誰呢 是不是還我不知所謂呢 那個座卓向後呢 會令後座乘客更辛苦 因為太逼了 年輕的女兒也都不對 太自私了 不理別人的辛苦 是啦 跟上面一樣 人人張頓都可以挨後 那挨還是不挨 究竟是 怎樣呢 那張頓設計是這樣的 如果全部都不可以動就好了 令那些乘客更舒服了 唉 乘飛機就是一個痛苦的 在這麼多種交通工具裡面 乘火車 乘飛機 乘巴士 長途的計 我想 飛機的座位 真是最辛苦的 比如乘火車 座位肯定會闊過飛機 那如果乘巴士 譬如一些旅遊巴士 他只是想著你坐長途幾個小時 通常座位都一定會舒服 所以這個 我覺得 如果完全不能夠動 把座位 坐到直直 坐十幾個小時 其實有幾辛苦的 但是就少了這些爭拗 就是 挨後好 還是不挨後好呢 但是最緊要 都是那個座位 夠不夠闊 如果完全不夠動 不可以動 然後座位又很窄 這樣就真是大領邏 現在的經濟位真的太窄了 只是適合這些小顆的人 是的 人證物證什麼都有了 歧視罪行 全世界都有 不是人權的問題 也都不是 不用去受害人舉報了 根本 損害了香港的形象 罪行都不輕 作為政府 有必要自動自覺 檢控那兩個人 入獄才對 不過 香港政府一般 都是悠遊垮斷 李先生 四萬這樣的口 只是懂得做鬍 叫人 要叫人 都未必行動 要人叫都未必行動 其實有 其實最好有片 從頭看那個金毛 怎樣開始放下那張椅子 說了些什麼 令到後面那兩夫婦 失紅 是的 我們討論的就是 其實都是適可而止 點到即止 因為我們不知道前因後果 可能有人想換去商務位 最後就是坐Premium Econ 我的見解又好像 未必是的 那你 你 就是好像 前面的乘客 是專門去撩後面那乘客 是不是真的撩到後面那乘客 會這樣 砍他 這樣去攻擊他 這樣用髒口手勢去對他 那如果 是不是個個人都會這樣 那麼控制不到那個情緒 就是被人撩一下 就會這樣呢 我又覺得未必是的 一定是香港人的錯 這個朋友就說 那如果你只是看 香港人那一段 我也覺得離譜的 就是真的好像欺負人 那樣 你看到機上其他的乘客 都是圍攻那個香港人 都是幫那個女士 就是等於 可能 我們在街上見到有賊 搶東西打劫 那 我們抓到那個賊 是不是應該打他一身呢 是不是應該捅他兩刀呢 那 那 不是的嘛 都要控制自己 就是抓到就OK 已經 也都不是說我抓到那個賊 我就要 吐兩口水給他 就是 侮辱他 都不是要這樣 抓到他 就交給法律制裁 那 如果你說 前面那個乘客 真是很不對的 就 可能真的 通知空姐 告訴他 看看他們怎麼處理 經常在馬後炮 你就厲害 介意個 偉勢呢 可以作商務倉 低下階層呢 去茶餐廳吃飯 桌子夠小 坐五六個位 又是這樣 那 這個 我又覺得是 又不可以這樣去比喻的 因為坐飛機 其實我們的選擇不多 就是 你 同一個航線 一個地方 去另一個地方 可能選擇的航空公司 兩間 三間 都未必有的 可能只有一間 兩間 給你選擇的 就是不多選擇 那其次就是 既然有經濟客位 在這裡 還有佔大部分 那就是大部分人 都是搭經濟客位的 是不是因為我搭經濟客位 就要被人侮辱呢 是不是 不是這樣的 就是我去茶餐廳吃東西 我就要被那些伙計侮辱呢 都不是的 不關香港人的事 是兩個 恨國黨 亡人的問題 但是 在這幾年裏面 真的產生了很多 這些情緒 我覺得 香港人 對那個 前幾年 政治事件 不喜歡 某個黨 但是 那個 乘客 是不是那個黨 我們都不知道 是不是 這個是一個 人與人的 溝通的事件 我覺得 不關政治事件 純粹是坐飛機 大家坐了十幾個小時 會很辛苦 很有壓力 這樣 而產生了這些 這樣的衝突 產生了這些問題出來 去 大家怎樣處理 我覺得 完全都不關政治事 這件事 最討人真就是 座位可以向後 影響了後排的乘客 這種設計 是最壞的 是的 都是很多人提出 其中一個問題的 我都是覺得 不是說座口 不是說 只是座位 不可以向後 好像現在 伸出了 特選經濟客位 它的座位都可以向後 但是因為 它的空間夠闊 夠闊 它向後了之後 埋後之後 基本上沒有什麼影響到後面的 影響不大的 那就OK 就是可能 如果航空公司 願意將座位 加闊一些 加闊三四寸 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客艙 縮少一排 或者兩排座位 其實皆大歡喜的 我會相信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有些人 可能會說 它更加多些 可以將機票降低 我完全不覺得是這樣 尤其是香港的航空公司 香港的航空公司 我覺得 都是賺到盡為主的 它整到幾擠擠擠 幾多位都好 不會因為這個原因 要減低的票價 同樣都是 它都是看市場調節的 旺季多人買機票 它自然將票價推到很高的 淡季沒有人買的 它寧願不開過航班 現在航空公司 就是有這個優勢的 就是有問題出現的時間 它就取消航班 退回錢給你 就是等於 好像我們買飛機票上飛機 公司通常都會超賣的 什麼叫超賣 那個班機有三百個位 它買三百三十個位 跟著哪些人沒得上機 到時真的人齊上機的時候 將飛機票便宜的 那些人不讓你上機 推你走 就退回錢給你 如果你是買正價機票 買得貴的那些 肯定給你上機 航空公司的玩法就是這樣 所以千萬不要期望 因為它加了位 而會減低票價 我覺得現在不是這樣玩的 大哥 你說話 沒有料到 見仁見智 所以今集影片又多好 給觀眾 這段影片就是 我講回觀眾講的 給大家聽 多謝收看 通常開餐的時間 就要直 我覺得這個 都是互相尊重 也都沒有明文規定 但是通常吃飯的時間 放直 大家都舒服些 你都不會坐著睡著吃東西的 各態配合做戲 向社會交代 全部直播 都博點評 不是真正 不是真正直播 第一 那些影片都不是直播 都是錄了 在飛機上面錄了 然後放上網 可能經過剪輯 或者剪了一些 覺得自己 覺得不應該放上去的東西 都不奇怪 所以我們現在看影片 都是會分析 這個世界 尤其是現在 這幾年 YouTube成行的時間 外國有不同的頻道 不同的網絡 拉TikTok 那些 很多東西 在網絡上面看到的東西 可能短短的十幾秒 我一定不會百分之百相信 都是分析一下 那些事件 可能當是娛樂 或者當是一件事件 對自己的影響 沒什麼大的 但是我自己拍一段影片的 我都是博流量的 都是賺錢的 所以我又拿出來講一下 那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現在 很簡單 大家都調轉個位置 坐一下就可以了 根本上 在那些飛機的設計不善 位置太窄 根本上那些座位 全部都要設定 就好過 我都有這樣的看法 我跟我太太 聊到朋友聊 究竟那女夫婦 全程十幾個小時 有沒有試過挨得一抖呢 國泰可以首創空中湯位 必定裁員趕進 企衛現在設計的 坐位越來越窄 航空公司要賺到盡 不是那麼窄 又不是這樣的價錢 大家都鬥便宜 越來越多年寒 以前坐飛機是高等消費 現在就好像難民 大家都將就一下 都是十幾個小時 先過少少錢 就當自己是大款 我剛才講過一段話 大概都是這樣的意思 航空公司一定不會因為收窄了之位 而收便宜 我去年回香港 都是搭 這個航空公司搭國泰 倫敦到香港 一萬八千元港幣 旺季 旺季 他就交到這麼貴 但是 如果一旦貴的時間 幾千元就得到機票 那是不是賺到盡了 那就是說 其實價值幾千元的東西 他可以買到一萬幾兩萬元 因為有需求 因為我需要回答 在那個時間 所以是不關座位 我給一萬幾元 我給幾千元 都是這麼窄的 除非用餐時間 或是飛機升降時間 乘客是可以調教自己的座位 女孩肯讓步是人情 不肯讓步是道理 看看事件發生後 周圍其他乘客的反應 就知道公道自在人心 事件跟中國矛盾無關 那對流氓夫婦才是搞事分子 他門級學太永久 禁答該活 好 那這位朋友 我覺得都很忠狠 真是 前面的乘客 知道後面 可能真的太逼 或者在喝東西 或者看電視看不到 肯就一點 我覺得是 真是人情來的 即是 他不肯挨回前 他堅持要挨後 他要睡覺 他想睡覺 是道理 因為張鄧係可以挨後 整件事件看回之後 其他乘客的反應 其他乘客 我想都忍了很久 在看電視看了很久 都是瘋狂去責罵香港夫婦 真是 那件事的結果 不是只有衝突那兩批人的反應 很多時候我們看這些影片 只有衝突那兩方面的反應 就看不到其他人的反應 那這次呢 很明顯就是看到其他人的反應 所以呢 都挺肯定 這對夫婦是挺有問題的了 挺離譜 真是 講到這裏呢 我覺得真是 如果他們真的是香港人 真是影衰香港人 我們有機會再出去旅行呢 去其他地方呢 都不知道說自己是什麽人 好了 唉 什麽人都不可以說 真是 那他們被葛泰永久 這麼回答這個就是我 我沒有什麽意見的 我覺得是 香港公司自己去處理這些問題 那你說政府可不可以干涉呢 這些事情其實可不可以 變成是一個種族歧視呢 如果在歐美國家呢 可能我們在英國呢 有機會變成一個種族歧視事件 因為他舉了宗族 還有很大聲地罵人家 是什麽大陸妹 又說人家去做賣身 還是什麽類似的 都是一個種族歧視來的 我到現在都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 雖然我搬了去英國住 但是我真的是在香港出生的嘛 我從小到大去到哪裏都很自豪的 我覺得香港人呢 以前呢我們那一代呢 就是很努力去做事 令到整個香港呢 就是拿到很多世界第一了 就是你對著外國 無論歐美也好 或者亞洲其他地方也好 都是很自豪 很認同我們的身份 我是香港人來的 那但是這幾年呢 真的發生很多事了 我會覺得大家可不可以 回到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大家是互相引讓 互相幫忙 很有禮貌的香港 廣東話經常是 麻煩前 麻煩後 做什麽都麻煩這樣 那可不可以回到以前 十幾二十年前那個世界呢 我想說 對 你好 我會想說 答案 今天 是